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以為信中牧師要講說 他是看著我的電視長大的 而且我也非常的被試探 等一下一起念完經文之後 一起講說像其拉愛情 你會覺得信中牧師他真的是開我的玩笑 非常的一個釋放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一起真的像是家人一樣 那無論是謝謝訓官牧師 訓政牧師的一個邀請 那我在這邊一開始在分享之前 有一個小小的一個要求 就是希望你不要把我當作是一個外景的講員 或者是一個客人 回到這個地方來到這邊講道 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樣 好不好今天把我當作是你的家人 因為今天有一個信息要跟所有的弟兄姐妹來分享 你可不可以跟你旁邊講說把他當家人看 但是呢你如果對我講道的方式呢 有一點點熟悉的話呢 就是當我開始講的時候呢 基本上呢我就不停了 OK 那每一次呢 我都是非常的認真講道 所以我也對你有一點要求 就是呢 麻煩你呢也認真的聽 好嗎 Amen 可以嗎 好 我們要從開始念經文就開始了 我們一起呢來跟隨著聖靈 也就是真理的靈 來看看今天神要對你跟我來說什麼話 當我們讀完了神的話的時候 我帶大家一起來祷告 每一次的時候呢 我都來仰望聖靈 也就是真理的靈 運行在我們當中 而且更是要捆綁那惡者 拦阻人來聽見他的話語 為什麼這樣子講呢 因為許多的時候呢 在重要的時候 每一次的聚會的時候 我希望每一次的聚會都是你遇見神的時候 你聽見神的話語的時候 常常在重要的一個關頭的時候呢 魔鬼仇敵可能就讓你分散了一個注意呢 你就錯失了 神要對你說的話 所以等一下我們一起同心合一來祷告 首先呢請你跟我一起翻開到菲律比書 菲律比書的第四章第十三節 可能還有投影出來 菲律比書第四章第十節到第十三節 第四節到第十三節 第十節到第十三節 我非常需要各位一起大聲地念 因為這個乃是神的話語 菲律比書第四章第十節一起來 我靠主大大的喜樂 因為你們思念我的心如今又發生 你們向來就思念我只是沒得機會 我並不是因缺乏說這話 我無論在什麼情況都可以知足 這是我已經學會了 我知道怎樣處悲賤 也怎樣處豐富 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 誰是誰在 我都得了秘訣 我靠著那 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十三節再一次好嗎 我靠著那 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而沒有在你的投影上面的是 第十四節說 然而你們和我同受患難 原是美事 來 我們要一起翻到羅馬書第八章 我們一起看羅馬書第八章 第三十一節到第三十九節 這經文比較多 羅馬書第八章 第三十一節到第三十九節 我們從三十一節一起来看起 一起来 既是这样 還有什麼說的呢 神若幫助我們 誰能抵挡我們呢 神既不愛惜自己的兒子 為我們眾人捨了 岂不也把萬物和祂 一同白白地赐給我們嗎 誰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有神稱他們為意料 誰能定他們的罪呢 有耶穌基督已經死了 而且從死裡復活 現今在神的右邊 也替我們祈求 誰能使我們 與基督的愛隔絕呢 難道是患難嗎 是困苦嗎 是逼迫嗎 是飢餓嗎 是赤身肉體嗎 是危險嗎 是刀劍嗎 如今上所寄 我們為你的緣故 終日被殺 人看我們如江窄的羊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 在這一切的事上 已經得勝有餘了 因為我深信 無論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掌權的 是有能的 是現在的事 是將來的事 是高處的 是低處的 是別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們 與神的愛隔絕 這愛是在我們的主 基督 耶穌里的 我們一起低頭禱告 阿爸父 我們帶著一個 渴慕的心 來到主你的面前 主當我們聚集 在你面前的時候 主我們渴慕 親愛的聖靈 也就是真理的靈 親自的運行 在我們當中 來引導我們每一個人 進入那一切的真理 親愛的聖靈 主啊 我們來到你的面前 恳求主 你光照我們這個人 打開我們裡面的眼睛 可以看見 耳朵可以聽見 心裡可以明白 以至於我們整個人 都可以回轉 歸到主你的面前 但是那一切 拦住人來聽見 你聲音的 教會在這個地方 要同心合意的 要奉主耶穌基督的聖靈 命令他要 離開這個地方 恳求主你 釋放主你的百姓 讓每一個人 都可以自由地 來遇見你 看見你 知道你是那 又真又活的主 谢谢你的同在 向你献上感恩 我们這樣的祷告 是奉主耶穌基督 你最宝贵的聖靈 阿们 今天跟你分享了 一個主題 叫做 人生的關鍵秘訣 人生的關鍵秘訣 那剛才信中牧師講說 是的 我年紀比他大 其實我已經全時間 服侍呢 有超過26年的一個時間 甚至26年 對26年的一個時間 我自己有四個兒子 老大呢 今年25歲 要26歲了 所以當我在面對 下一代在成長的時候 我在思想 我做一個父親呢 我怎麼樣子告訴他 人生到底是什麼呢 你知道當我們生下來的時候 其實沒有人告訴我們說 人生到底是什麼 那個方向到底在哪裡 我們應該怎麼走 才是對的 你說我服侍這麼久 有的人到50歲 到60歲 甚至到臨終要離開的時候 他也搞不清楚 到底人生是什麼 那個方向是什麼 我們急急盈盈 我們到處在尋找 我們有的人非常的努力 在人生裡面 不斷的一個打拼 但是到底那個方向是什麼呢 我心裡面常常想說 如果我在年輕的時候 就有人告訴我 清楚地告訴我 到底人生那個關鍵是什麼 那個秘訣是什麼 那我相信 我一定可以省掉 白走的那些的路 所以當我在思考的時候 無論是為了年長的弟兄姐妹 或者是我們下一代的兒女 我都在想一件事情 我怎麼樣子把人生這件事情呢 可以清楚地講清楚 以至於你在這個地方呢 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例外 你都可以清楚地聽見 知道 神要對你 神要對我說什麼 Amen 你知道保罗在這個地方 每一次我們在講說 人生的方向也好 當我們在講一些議題的時候 首先呢 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每一次來聚會 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先要來看見他 你跟你旁邊講 你要先來看見神 但是我們怎麼樣子來看見神呢 我們要怎麼認識他呢 各位 你來有一些的經歷 不代表你認識了他 生命裡面有一些神奇的發生 不代表你認識了他 你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 經歷了各式各樣神奇奇事 不認識神 就是不認識神 所以看見他 認識他 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说是不是呢 所以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 罗马书的第八章 这边保罗告訴我們一些 重要的一個事實 让我們對這個神 對我們所敬拜的這位主 有所認識的 各位 這個不是模擬兩可的 這個不是只是一個感覺 這個不是一個感受而已 這是一個確確的一個事實 它是真理 以至於你可以緊緊地抓住它 你知道 這個不是黃牧師講的 這個呢 是神 祂透過聖靈 親自今天 要再一次對你說話 你預備好了嗎 我們一起來看第八章 這邊說什麼呢 第八章的第三十一節 我要再念一次給你聽 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一節 这是这样讲的 既是这样 还有什么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我再念一遍 保罗说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来 请你抬起头来看我 非常重要 我讲到非常需要 你注意看我 好不好 你看我 你不會看我 我沒辦法講到 请你後面 你不要以為我沒看到 请你看我 来来来 不要笑 不要笑 我又沒在講笑话 来看我 你仔细地看 保罗说 神若帮助我们 而是的 祂是帮助我们的那一位 谁能抵挡我们呢 If God is for us Who can be against us 你真的要注意看我这边 你可能没有听清楚 我在跟你讲 保罗说 如果神是帮助我们的 而这个答案是确确的 这位神是帮助我们的 等一下我会跟你解释 为什么 谁能抵挡我们呢 你知道我心里面 真的很急切 我里面真的是很迫切 你一定要听清楚一件事情 你知道我们整个大环境 都急速地在改变的 无论你是在政治地位 你无论是什么样的一个领袖 很多人 包括世界的强权 都不能告诉你 你接下来 明年会怎么样 不要说明年 今年会怎么样子 下半年会怎么样子 都没有人拿得准的 所以人们非常恐慌 到底我的未来在哪里 我接下来该怎么办 我原本的一个计划 不见了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所以当我们在恐惧 在害怕 充满了不安全感的时候 充满了这个迷惘的时候 看我 看我 你一定要清楚地知道 这位神是帮助你的 Amen 这位神是帮助你的 没有人可以抵挡你的 但是我们的感受是 I'm alone 我是只有一个人的 神你在哪里 我感受不到 所以我非常努力 我需要去探讨 我需要去努力 我需要去找寻 到底那个方向在哪里 Listen 神是帮助你的 你一定要跟你旁边讲 你看着他的眼睛跟你讲说 神是帮助你的 为什么每次我叫你们讲 你们都有点不甘愿的样子 你去看着他跟他讲说 神是帮助你的 然后转过去跟另外一个人讲 说没有人可以抵挡你的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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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 我再跟你讲 这个不是要催眠你 我讲这个话 不是要鼓励你 我那是要把一个事实带给你 你看到这个十字架吗 很少一个教会 十字架大成这个样子 我本来开场的时候 讲一些笑话 我看到十字架 我现在讲不出来了 在十字架面前要竖进 你知道你看到十字架的时候 各位 我是后来到美国去 十三岁去美国的时候 才被带到教会去的 其实呢 我对基督教呢 对教会 基本上什么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小的时候呢 心里面呢 常常做噩梦的时候 害怕 尤其小时候不知道看到什么电影 有吸血鬼 非常恐怖 听说拿起十字架 吸血鬼就离开了 我对十字架 对圣经的印象 就是晚上做噩梦的时候 放了一本圣经在旁边 拿了一个十字架 我就可以好好睡觉 Yes 没错 看起来你也是同样的一个感觉 很多人喜欢十字架 你甚至穿一个十字架的T恤 戴个十字架的项链 耳环 什么都有 但是十字架到底 它的核心是什么呢 十字架到底要跟你表达什么呢 为什么每一个教会 基本上大部分的教会 除了我们的教会 都有一个十字架 为什么呢 容许我这样跟你讲 因为十字架 乃是这个基督信仰的核心 Hello 你忍耐一下 就是今天就是剩下这个四五十分钟 你忍耐一下 忍耐到底的 必定得救 为什么要拍手呢 好了忍耐一下了 你知道十字架呢 它不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symbol 一个表象 一个标志 它其实关系到你跟我所有的一切 它是一个大好的一个消息 十字架是要告诉你 这位神为了你跟我做了什么 十字架不是告诉你 你要为这个上帝做什么事情 各位这个是好消息 跟宗教最大的一个差别 宗教就是说 你要来为这个上帝怎么过生活 我应该要怎么做 讨他的一个喜悦 福音是告诉你 他要我们告诉你 要我们在台上的传道人告诉你 这位主 他已经为你做了什么 这才是好消息 你知道我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职份 我很喜欢当一个传道人 因为我在这边是要告诉你 嘿 有一个大好的消息 他为了你做什么 你知道这个事情吗 他好爱你 他为你做了什么 而不是在这边一次告诉你 诶 奉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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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有一次 我去参加一个特会 好像也是领粮系统的 收奉献 今天的收奉献 非常的另类 是不一样的 那次的收奉献 让我印象非常的一个深刻 那个牧哲在上面 收奉献的是说 弟兄姐妹 我知道你来的时候 都把钱分到 不同的口袋里面 大张地放在左边 因为等一下收奉献的时候 你都会从右边拿 都是小张的 所以我现在要你做一件事情 两只手放到两边 一起拿出来放进来 那一次我得到 非常大的一个启示 收奉献 就是要这样子收奉献 然后到我来讲说 还有上面这个口袋的 也要一起拿出来 Anyway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我为什么讲这个 我忘记了 传刀人不是要来告诉你 嘿 你有责任要做什么事情 嘿 你要比较专注一点 你要好好地过一个生活 不是的 十字架乃是要告诉你说 这位神 祂为你做了什么 Amen 所以他后面说的一句话 请你跟我一起看 第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非常重要 我们一起大声来念 三十二节一起来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 一同白白地赐给我吗 再一次再一次 大声一点好吗 一起来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来 你看我 这边讲 十字架呢 是他为你做了什么 Look 你一定要看清楚 十字架最核心的是 这位神 把他的独生爱子 把他的独生爱子 白白地赐给了你 赐给了我 我是一个非常疼孩子的父亲 我宁愿自己受苦 我也不要我的孩子受苦 如果今天要牺牲 我宁愿自己牺牲 我不愿意我的孩子牺牲 你要让神 把他的唯一独生爱子 为了你舍了 各位 这个是最大的一件事情 来 完美讲完 看我 他说如果 他把他最宝贵的儿子 都愿意给你了 他不企同把万物 还有这位主 都赐给你吗 我为什么讲这个呢 我们很多人怀疑上帝 神啊 为什么我祷告 你不垂听 我的需要 你不供应我 我们对神的良善 许多时候是打问号的 你到底在哪里 God Where are you 但是求主借着他的圣灵 深深地对你跟我的灵魂 伸出说话 如果他儿子都不舍了 他的儿子都愿意舍得给你了 到底还有什么是他不愿意给你的呢 他岂不把万物 Everything 万物就是一切的事物 还有他都白白地赐给你 他不是一个交换 他不是你努力的交换 不是你追求交换 你求告他 他给你 他说什么呢 白白地给你 跟你旁边讲说 是白白地给你的 来 看我 看我 所以他讲说呢 这位神把他儿子给你的 当然这位神是帮助你的 你普通的时候 随随便便也就算了 在这个整个世界的大动荡的时候 2020年 接下来2021年会怎么样 没有人知道的时候 你更需要紧紧地抓住他 你更需要紧紧地明白 这位神是帮助你的神 阿们 再一次地跟旁边讲 这位神是帮助你的神 而且看我 他没有什么 不愿意给你的 没有一样事情 他不愿意白白地赐给你的 我觉得这边氧气不够 再看我一次好不好 我真的觉得你没有听懂 神愿意 把万物 白白地赐给 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没有例外 只要在座的人 你说我里面有神的儿子 他已经拯救了我 你就知道 如果他愿意把儿子给你 他也乐意把万物都赐给你 你从你的心里面的深处 根深蒂固的 要把这个话吃进去 让神借着圣灵烙印在你的里面 这位神是爱我的 这位神是帮助我的 这不是黄国伦讲的话 这是圣灵所说的话 阿们 再来 但是很多人就跟我讲 那为什么 那牧师为什么 如果你想的是真的 但是实际是我跟神求 求来求去呢 他还是没有回答我的答案 各位 我告诉你 你所有的问题呢 都在圣经里面 你说我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的原因是 因为你读的还不够 再往下读就会看到 那在这个case呢 你要往上读 往上读呢 刚好也不在这边 那我就念给你听 这边告诉我们说 第二十八节 来 你听就好了 你听就好了 二十八节说 我们晓得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 做长子 时间的关系 我不念完了 来看我 圣经里面 我最讨厌的一段的经文 就是呢 万事 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以前呢 我在每一次呢 问牧师什么事情 我遇到困难 问他的时候 清一色的回答 万事 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我说这个有讲跟没有讲 是一样的 所以我对这一节 非常的一个反感 为什么每次都这样子讲呢 你知道多年后 我当了牧师之后 弟兄姐妹来找我 我觉得最顺口的一句话就是 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各位 这个是这样开头的 但是他后面其实有跟你讲 为什么 要万事要互相效力 叫你得益处 看我 他告诉我们说呢 长话短说 神要雕塑我们这一个人 让我们呢 有他儿子的样子 各位 拯救我们一瞬间 非常快的 但是呢 他需要时间慢慢地雕塑我们 把我们变成像他儿子一样 阿们 听到 怎么后面在睡觉的 我就说 要忍耐到最后 就会得救嘛 对不对 看我 看我 这位神乐意把什么都给你 但是如果这个神什么都给你的时候 有时候对你是不好的一件事情 我因为爱我的孩子 很多时候他跟我要的时候呢 我不能给他 因为我爱他 这位神 完完全全有能力把一切都给你 把万物和他都给你 但是这位主 这位爱你的父亲 在你的生命当中的计划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是你想要什么 就给你什么 他可以的 有一天在你面见他 什么都可以给你的 但是在地上的时候 他希望你可以成长 他希望你可以长大 他希望你可以成熟 他希望你有他儿子的样子 阿们 来 这个很重要 再转另外一边 跟你后面讲说 他希望你有儿子的样子 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声音小很多 这声音小非常的多 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喜欢 你听懂吗 我们不大喜欢这个样子 我们希望说 在人生里面的一切都可以非常地顺遂 我们不喜欢事情需要等待的 但是请你务必明白了解一件事情 神他非常的爱你 他帮助你 但是他跟你所做的方式 跟你想要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In fact 这个其实我好像以前也讲过 所有神想的 跟你想的 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不要期待他 按照你的方式来进行 速度很快 再往下面看 刚才那个经文 我太把这边当作家里了 所以越讲越多 我开场就讲这么多 那后面都不用讲了 你看了 第35节 35节说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 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是赤身肉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各位 什么可以叫我们 以基督的爱隔绝呢 保罗说 是困苦 是患难 是逼迫 是饥饿 是赤身肉体吗 我的答案是 Yes 念圣经的时候说 没有任何的人事物 可以叫我们 与基督的爱隔绝 实际上是 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马上就隔绝了 瞬间就隔绝了 真的啊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啊 很多人跟我讲牧师啊 你帮我祷告啊 如果神再不垂听 我这个祷告 我不信啊 我其实你常常想 这关我什么事啊 你不信就不要信啊 更糟糕的是 我以前应该也讲过 牧师啊 你帮我进食啊 这件事情很重要 最近 训证牧师 可能帮你们都有在进食 你就知道 谁是好牧人了 实际来讲 我们遇到困难了 马上就把它忘记了 所以今天要跟你讲一个关键 第一个 神是帮助你的 阿们 神他把他儿子赐给你的 所以是十字架 对不对 再来呢 我们虽然会与他隔绝 他无论如何 都不与我们隔绝的 所以你有这样子做一个基础 我们现在就来看 人生关键的秘诀了 这个就是非常重要 请你再翻回到 菲利比书 时间的关系 我们赶快再看一下 菲利比书 菲利比书第十 不要看第十节 我们直接说第十二节 菲利比书第四章 直接看第十二节 十二节说什么呢 这同样是保罗的话 他说我知道怎么样处 悲贱 也知道怎么样处 丰富 或饱足或饥饿 或有余或缺乏 谁是谁在 我都什么样子呢 他得了秘诀 你跟我都读了 他得了秘诀 但是我想问你 这秘诀是什么 后面那一节 后面那一节呢 我觉得大家一起要念 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第十三节 一起来 我 再念一遍 大声一点好不好 我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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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我早期的时候 第一次背圣经 就背这一节 我靠着他 加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做 Amen 做什么 我靠着他 加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做 所以呢 我的事业一帆丰顺 我的学业呢 都是顶尖的 都是领先的 我做什么事情呢 都可以 没有事情可以拦得到我 因为他 加添给我力量 是不是 你看 聪明的不敢回答了 你讲说这个 台上的牧师奸诈狡猾 不要随便回答 你听哦 保罗说 看啊 我知道什么时候 处卑贱 我也知道怎么样 处丰富 我知道什么时候 处饥饿 什么时候处饱足 或缺乏 或有余 他说我凡事都得到 秘诀了 然后才有后面那句 你知道读圣经 你不能单一的把那个经文 抽出来 乱用它 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很多读圣经都乱读 很可怕的 你宁愿不要读 也不要乱读 我看很多读圣经 我非常的害怕 都快得心脏病了 圣经不是这样读的 还看我 那这一节应该怎么读呢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 所以你要解一段经文 一定要看它的上下文 它上面才解释 我可以处什么呢 卑贱 我可以处丰盛 为什么呢 靠着那加天给我力量的 我可以在卑贱里面 我也可以在丰盛里面 阿们 只有你一个 弟兄我喜欢你 我明明同样在讲 为什么就是一个人给我拍手 那是怎么样子 我已经把秘诀讲出来了 等一下我讲完 保证你拍不了手 我们对神呢 有很多 奇怪的一个想法 这个我不晓得 怎么跟你解释 所以我今天没有预备PowerPoint 但是我预备的更厉害的 我用3DPowerPoint 所以我需要五个弟兄 来到台上帮助我 感谢主 青虫没有弟兄 好 五个弟兄 这个谁可以帮我把台子 先拿到旁边去好不好 给这些弟兄一个热烈的掌声好吗 你来这里 你来这边 你最后我最后再叫你 你站在十字架那边 那个罚站一下 那你现在 你现在边边等我一下 那请你到这里 在这边 在这里 这个位置 弟兄你叫什么 昌恩 昌恩 昌盛的恩典 昌恩 OK 好 这真的是充满了恩典 来我们请他来一下 恩典来一下 昌恩 我讲到的时候 很喜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一定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要跟你讲的事情 我们人生 我们在讲在人生的时候 我举个例子 这个弟兄看起来 呃 你 呃 不好意思 你代表 卑贱好不好 我 我 可以可以可以 不是因为你看起来卑贱 而是 突然觉得你的自信比较够 所以你放在这边 昌恩你先在中间站一下 那 这个弟兄呢 这个弟兄你叫什么 叫喜文 喜文 喜文 他是 丰盛 OK 他是丰盛 那请问一下 你喜欢卑贱还是丰盛 喜欢 谁说都喜欢的 我看你是传道人 才会这样讲 传道人都怪怪的 我跟你讲 好 你看我选 我当然选丰盛 什么都喜欢 好 好 我要跟你讲 其实我这个道理叫做什么呢 人生的ABC 我对很多事情的看法 都用ABC来做解释 所以各位因为 这应该是青虫 所以应该很少有50岁的 刚才我们的姐妹说50岁的 加入我的行列 很可怜 还在青虫 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人呢 有时候在A点 背剑 有的人呢 一开始呢 就在 丰盛 各位 打开眼睛 看一下 昌恩来一下 好 你站在A点 你人生的起点 就在这里 好 我需要 现在需要你 从A点 注意 接下来我速度会很快 你一定要跟上 OK 发挥你的创意跟想象力 OK 可以吗 可以做得到吗 背剑 不要抓着它 我要跟你讲话 你拍手什么了 你现在从A点 要走到B点 还没有 你要记录 你要怎么转 你要转哪一个方向 走几步路 可以到 丰盛 预备 开始 好 各位听哦 昌恩 人生成功的关键是什么 转身走六步 我就说你要讲清楚 你要左转右转 或者是什么 左转往后走六步 左转往后走六步 你听到了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他走过了 他走到B点了 所以他就开始跟人家讲说 人生是什么呢 你要成功吗 左转往后走六步 好了 来了 请你来到中间 我带了一个道具来 这个要送给你了 请你把它 戴上 这是眼罩 认真的吗 认真的啦 我讲道友不认真的吗 你们救救命吧 实在有够可爱 来给他一个掌声 不要偷看了 你是干什么的 好 来 我现在需要这样做一件事情 我需要你 听好我的指令 你要听好我的指令 来 预备 你不能偷看 你应该看不见 你紧张是应该的 等一下你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请你向左转三个圈圈 速度快点 三个圈圈 好 再四个圈圈 再四个 好 停一下 然后再右转三个圈圈 好 不要动 不要动 好 现在开始呢 我想请你 按照你的记忆呢 走到B点 如果你受伤的话 不能怪我 好了 好了 停在这边 来 转过来一下 来看我 我要跟你讲一件事 我现在不是跟你开玩笑 你听 你辛苦一点 小熊 围你 等一下 其实每一个人不晓得 你的出发点在哪里 你的起始点在哪里 你怎么开始的 你根本不知道 我跟你讲 每一个人生下来说 不傻傻 没有人告诉你 你到底该怎么走 听说 向左转往后 走六步 就可以到 所以他也走了 到了没有 没有到 听哦 很多人都在这里 有的人生下来 就在B点 有人生下来 在A点 是不是 很多人在哪里呢 A跟B的中间 是吗 然后礼拜六的时候 全部聚集在青虫 每个人不一样 是不是 好 来 这个昌恩 再次回来这边 来 弟兄 请你来 现在赶紧出马了 你牵着他的手 好吗 那因为 我已经 因为 很好很好 很好 非常的好 感谢主 我可以提早结束吗 你也帮他带个眼罩 这个没有眼罩之后 用口罩了 干净的 干净的 怕他偷看用两层 不是戴嘴巴 这个完全美丽 完全美丽 来 完全美丽 完全美丽 非常的好 来 你要牵着他 你要牵着那个 他们要跟着他走 牵着他走 完全牵着 来 预备了 好 来 所以呢 因为呢 昌恩呢 左转向后走六步 没有走到 所以呢 他找了一个师傅 来带他 要走到B点 或者是一个意见领袖 一个KOL 一个非常有名的人 名人呢 他现在 要准备带昌恩 走到丰盛里 好 请 开始带 你们不能作弊 不能作弊 好 停在这边 辛苦你们了 来 你们转回来 这个 你可以把眼罩拿下来 还有一个不行 这个叫做典型的 虾子领虾子 都掉到哪里呢 坑里面 我跟你解释 其实很多人也不晓得 包括他在B点 他怎么到B点的 他也搞不清楚的 你不要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 很多人是莫名其妙在B点的 你问他说 你是什么秘诀 他随便呼隆你的 我就是这样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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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快 那是他放了一个什么东西啊 那我就请教他 帮助我 带领我 可是呢 没有人可以知道的 来 都拿掉 都拿掉 那个小熊可以拿掉一下 好 再 麻烦你再回去一下 好 来 这边 你知道为什么人呢 各位 人呢 拼了命 都想从A点到B点 已经到B点的人 没有人想回到A点 有些人剩下的在B点 你看我 我很诚恳地告诉你 大部分人 你知道什么人呢 自杀率很高吗 你认为在A点还是在B点 你很难相信 在B点 在达不到的人A点 他一直有一个想象 有一个幻觉 我到B点 I'll be happy It's not true 很多到B点的 他觉得莫名其妙 人生莫名其妙 他不想活啊 很多讲说 哈 你都听到B点 你不想活了 你死的遗厨 可不可以写给我 我讲到你心里的OS吗 所以 在A点的 很害怕他一辈子是一个 loser 你要多少人贴这个标签 你是一个鲁蛇 像极了爱情 我节制了很久 但是还是跑出来了 对不起 对不起 祝我悔改 我不想在这里 因为我觉得是一个loser 没有用的人 好不容易来到这里了 好不容易来到了 又超级怕 失去 又回到这边来 那为什么人一直想要从这边到那边呢 为什么 回答我 人为什么一直想从A点到B点呢 Come on 为什么 因为 因为在A点 我是Nobody 我谁都不是 我到B点 你不要那么远 你站前面一点好不好 我走得很累 我今天已经走了两万步了 我到B点 I'm somebody 那我有时候 我很习惯 中英文讲到 有一次我讲到就说 你以为你是somebody吗 有位老妈妈听说 黄牧师为什么突然讲说 你以为你是三八吗 somebody 你不要笑 我是谁 是根据我的环境来定义的 我是一个卑贱的人 因为我卑贱的环境 I am somebody 我是了不起的人 因为我处丰盛 世界的人是不是这个样子 我想问你 基督徒有两样吗 你诚实地讲 一样在追求的 只是跟世界的人不一样 是你有来青虫而已 对不起 对不起 不是 对不起 纯粹只是随便比喻的 对不起 青虫例外 真的啦 我告诉你啦 我们只是希望 这会神帮助我 早一点可以从A到B 如果不小心到B 千万不要再回到A 你所有急急盈盈的 在那边拼命在打拼的 不是都是想从A 到B而已吗 因为你还是根据 你手中所做的工作 根据你的名利地位 来定义 我是谁 那我要问你 有这个十字架 有耶稣没有耶稣 到底有什么两样啊 因为从心里面 我们基督徒 从心里面的渴望 我不想要卑贱 我要脱离卑贱 我要进到丰盛里 时间讲太久了 专心我要讲快一点 我保证八点钟前会已经结束 因为我还有一个11点还没有讲 你明白吗 我们跟世界的人没有两样 那到底有信仰 没有信仰 有福音 没有福音 有什么两样 来 长恩来 这个名字还不错 你有价值吗 有 你怎么知道 他呛到了 呛到了 listen 我现在不是跟你看 你仔细听 你知道那种艺术品 你看一幅图画 你看有的图画 一幅几千万啊 美金啊 什么皮卡索的 我从头到尾都看不懂 因为我没有艺术的眼光 那你看了一幅图画 我问你 注意啦 你不要 就跟你讲忍耐一下 看我看我 你怎么知道这幅图画 它的价值是多少 回答我 你怎么知道一幅图画 它的价值是多少吗 曾经卖过的价值就是 曾经有谁 为了他付上了多少钱 那个就是他的价值 所以如果有人出了一百万美金 买了那幅图画 他就一百万美金的价值 你说是不是呢 长话短说 长安呢 listen 看我 拜托 please 看 三八 come on 这位 神的独生爱子 用他的生命 把他买过来 这个是他的价值 no 你没有听懂 我再跟你讲 没有一个人在座的例外 这一位神的儿子 为了你跟我 死在十字架上 他用他的生命 把你买回来 这个是你的价值 但是 我们很难相信 我们比较相信 你抓着我 都是他抓住我 我就感觉 我是一个贱人 你抓那么紧看吗 厉害 听我 如果你的人生 大部分的人 一直到他死 还在A跟B跑 一下A 一下B 一下B 一下A 到B的人 绝对不离开的 但是 看我眼睛打开 看见 神的安排 永永远远 是C 因为他想的 跟你不一样 他对你人生的规划 不是跟世人一样 不是A 就是B 神对你生命的安排 是C 是你的命定 是应许之地 是得丰盛之地 但是 不是根据 多跟少 来定义 所以 我在A的话 我生下来是A 基督救赎了我 我有价值 我可以直接走C 我生下来在B 我也可以直接走C 来 我再跟你讲一个 重点 Listen 人生里面 有时候A 有时候B 保罗说 有时候饿 有时候又饱 当然你要我选 我选择饱 丰盛 我也不要卑贱 但是 人生 不是这样子来看待的 有时候在那边 但是很多人 一辈子被恐惧抓住 害怕 就是怕失败 成为一个loser 怕被人家瞧不起 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 我一生就这样子过去了 当你就算走到B 而大部分的人一直都在中间 走不到 你的一生就过去了 神在你生命当中的计划 一生也就过去了 你不要以为你人可以活很久 人要达到B 你知道穷极一生 都不一定达得到的 有些人生下来就在B了 你会觉得说 非常的不公不义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你看他奔成那个样子 居然可以再B 我要结束 来 现在请你出现 我要把那个秘诀 讲得再仔细一点 我希望你能看得清楚 你是一个超级有价值的人 今天呢 刚才在敬拜的时候 大家不在唱那首歌 叫做Waymaker吗 中文叫什么 开路者 谁是那个开路者 我们是那个开路者 还是神是那个开路者 你们大部分都不确定 现在你们全部被我弄混了 听说 主耶稣 没有留下我们 一个看不见的人 自己想办法去找到我们的道路 请你代表主耶稣 好吗 可以吗 你这次可以看得见了 你牵着他 各个宗教 都是告诉你 那个是道路 基督的信仰 是这位主 牵着你的手 直接带你走 每一步路 这个叫做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必定不是缺乏 他是真正的Waymaker 开路者 弟兄姐妹 你如果没有看到这个 你人生一直不断地在A跟B 在打滚 其实你人生最主要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 找到 这个Waymaker 这个开路者 你找到了他 你人生就已经得到那个秘诀 以至于你可以讲 靠着那家天给我能力的 家天给我力量的 我再A 再B No big deal 我都可以的 那个不会影响我是谁的 因为我都知道 我要往哪里去 最后 Listen 这一位 好牧人 就在我们的里面 还有另外一节经节 我们没有时间念 你不要 去外面找 那个已经住在你里面的 那位主 你如果知道 那位住在你里面的那位主 是多么宝贵的话 你会紧紧地 抓住他的 我们请金牌团上来 给他们一个掌声 好吗 热烈一点 好不好 我希望神的灵 今天晚上 对每一个人来说话 我讲过这篇道 有位六十几岁的弟兄 来跟我讲 他在人生的B点 而且是最高的B点 他说我都摆走了 我紧紧地抓住B 我人生从来没有考虑过 有C这件事情 你知道吗 我们每次在敬拜 我们来祷告圣灵 其实圣灵最主要的工作 是打开我们的眼睛 看见 看见 Oh I see 你是否看见 神是帮助你的 没有人可以抵挡你 神是帮助你的 没有人可以抵挡你 如果神都愿意 把祂的儿子给你 祂岂不把万物 和祂一同白白地给你 你不要怀疑 祂对你的爱 没有任何的失误 可以叫基督 的爱与你隔绝 I don't care 你认为是什么贫穷 困苦 饥荒 没有任何事情 可以拦除人 拦除神的爱 在你的生命里 保罗说 我凡事都得了逆绝 靠着他加给我力量 我凡事都能 凡事都能什么呢 在人生的高山 或是低谷 我都可以 你知道 人可以看到C 人可以走出一个 不一样的路 就是当他不再害怕的时候 他不要整天 害怕他失败 害怕失去 害怕他走错路的时候 你才能得到完全的释放 走神要你走的路 你能得到完全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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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的自由 好吧 我们一起低头 我们要领圣餐 我请敬拜团 带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 他们在唱的时候呢 我有一个请求 你安静 重新思考 今天神 透过祂的话 对你说什么 我阳モ 大自 天 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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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说什么 我就是你能看到 一顿海 师 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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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里也能看到 我带我们在悠绕 那是你能够 是我一座爱 這世上沒有事物 有帶給我們足 分之戀中 我零歌唱 永不回頭 我的自由 基督是我滿足 基督你是我心滿足 我一切所需在於你 一切在於你 基督我捐所有 求恩喜樂在於你 我們一同起立好嗎 這盼望永不知心 天堂是我將 到風雨中 我零歌唱 與你同行 榮耀會給你 基督是我滿足 基督你是我心滿足 我一切所需在於你 一切在於你 基督我 永不回頭 永不回頭 我已經決定 要跟隨耶穌 永不回頭 永不回頭 基督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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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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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家在前面 世界在背後 永不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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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是我滿足 基督你是我心滿足 我一切所需在於你 一切在於你 基督是我滿足 这时候请你拿出手上的饼跟杯 请你把饼跟杯拿在手上 当你拿在手上的时候 我要奉主耶稣的名再次对你说 这不是只是一个仪式 为什么神要用这个饼跟杯 放在你的手上 祂想要用最实际的方式 你磨得着的方式 对你说祂是那爱你的主 祂是那帮助你的主 这位神是帮助你的主 你不能怀疑祂的爱 当你拿这个饼跟杯的时候 代表祂已经把祂自己给你 如果神把祂的儿子给了你 有什么 祂不愿意给你 你不要怀疑祂的爱 没有任何的人事物 能叫你与基督的爱隔绝 当你拿这个饼跟杯的时候 我带你祷告 我特别让你拿在手上摸祂 感受祂 因为祂对你讲话 这不能只是一个诗歌 这真的是我的满足 这位祂成为一切的所有 人生有了祂 就有了一切 人生有了祂 就有了一切 所以我的一生 要来跟随祂 阿爸父 恳求你对这么多的弟兄姐妹 你的儿女们来说话 亲爱的圣灵啊 圣灵孩子呼求你 祝你大大的运行 厉害的运行在我们当中 就在这个时候 主啊运行在我们当中 对我们每一个人灵魂深处来说话 你的爱这时候浇灌下来 浇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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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祢这样子的爱我们 谢谢祢这样子的爱我们 主耶稣谢谢祢身体为我们拨开 宝血为我们流出来 洗尽我们的罪 又赐给我们新生命 祢我们感谢祢 阿爸父我们沉着感恩的心 这时候一同领受主的饼跟杯 我已经确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我已经确定要留学耶稣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世家在前面 世家在背后 世家在前面 永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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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爸我们一起来宣告 基督耶稣祢是我们的满足 基督是我满足 基督你是我心满足 基督你是我心满足 我已经煮得起来宣告 基督在前面 基督称道 基督是我们的满足 基督你是我心满足 基督 一切在与你 因为圣灵 你会牵着我们的手 走每一步路 你会牵着我们的手 走进到你为我们所预备的应许之地 主 我们赞美你 我们感谢你 我们不让任何人 我们不让世界 来定义我们的价值 主 因为我们知道 你为我们付上了极大的代价 若是你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 我靠着你加给我的力量 主 我凡事都能做 谢谢你耶稣 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 还是把所有的掌声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哈利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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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最后我要你去找五个人跟他说 神是帮助你 他是把他自己给你的那位 阿们 神是帮助你啊 太长了 好 感谢神我们崇拜 就到这个时候结束 欢迎我们当周就是需要接受祷告的 感谢主让我们在今天的信息当中可以领受到 神真的是在乎我们 他真的用他的生命赎回了我们的一切 基督就是我们一切的满足 很开心可以跟你一起经历今天这一场信息 也很开心相信上帝已经做工在我们当中 希望在接下来这一周 这些信息可以完全的祝福你的生命 让我们不再是为了我们的目标 从A点到B点 我们来是可以跟随的主耶稣 就在他的那个C点当中 我们下周一起相见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邀请你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也能够把我们的频道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 也一起参与在我们这个学习天国文化的旅程当中 让我们可以完全的更多的靠近耶稣 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周 也祝福我们接下来的生命 可以大大被耶稣充满 那么我们就下周再见咯 拜拜